虽是鬼怪故事,却应人生百态 莱州有个秀才,名叫彭豪谷 为了安静读书,他时常居住在离家很远的别墅里 一年,恰逢中秋,彭豪谷还没回家 也没有人与他作伴,因此甚感寂寞 他想到,村中没有可以与他交谈的朋友 只有一个秋生,还算是县里有名的读书人 但他平素又有些见不得人的恶行 彭豪谷一向鄙视他,不愿和他交往 月亮升上天空后,彭豪谷更是倍感无聊 迫不得已,就写个便条,想请秋生前来 两人正在喝酒的时候,有人前来敲门 书童出去开门,却见一位书生,说是要见主人 彭豪谷离开酒席,恭敬地请客人进屋 互相拱手失礼,围坐在酒席旁边 就问起了书生的姓氏籍贯 书生说 我是广陵人,与你同姓,叫做海秋 至此凉宵,我待在旅馆里也是倍感欺苦 听说,您的格调高雅,所以不经介绍,便来拜见了 彭豪谷细看那书生,觉得他身穿整洁的不衣 言谈欢笑,风流如雅 彭豪谷非常高兴地说 原来你我同族 今天是个什么好日子 能遇到这样的嘉宾 随后,他又吩咐书童给彭海秋针灸 像老朋友一样款待他 彭豪谷观察彭海秋的用意 似乎他也非常鄙视秋生 秋生却用仰慕的态度与彭海秋攀谈 彭海秋却总是态度傲慢 不肯以礼相待 彭豪谷替秋生惭愧 便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提议先由自己唱首民间歌谣 为喝酒助行 于是他仰望长天 咳嗽了两声 唱了一首李白的浮风豪式之曲 曲吧 客人们便喝彩欢笑了起来 彭海秋对彭豪谷说 我不懂音律不能与你这高雅的曲子相合 我想请别人替我唱一曲行吗 彭豪谷说笑着 细听尊便 彭海秋说 来州城里有没有铭记 彭豪谷回答说 没有 彭海秋沉默许久 便对书童说 刚才我叫来一个人 他现在应该就在门外 你去领他进来吧 书童立即走出大门 果然看见了一个女子在门外徘徊 便把他领进门来 这女子大约十六岁多些 漂亮得像仙女一般 彭浩谷为女子的美貌 惊叹叫绝 连忙扶他坐下 女子身着柳黄色的披肩 香气飘散四座 彭海秋马上慰问女子说 劳烦你千里跋涉来到此处 女子含笑 应了一声 彭豪谷大为诧异 便要问个究竟 彭海秋说 可惜 贵香没有家人 我刚才是从西湖的船中 把他叫来的 他又对女子说 刚才 你在船中唱的薄姓郎曲 非常好听 请再为大家唱一遍吧 女子唱道 薄姓郎 牵马喜春找 人声远 马声咬 江天高 山月小 调头去不归 亭中生百小 不愿别离多 但愁欢会少 绵何处 物作随风续 便是不封喉 莫向林穷去 彭海秋也从西袜中 拿出玉笛 随着歌声吹奏 歌声结束 笛声终止 彭豪谷听后惊叹不已 说 从西湖到这里 何止要千里 你却能迅速 把他叫来 莫非 莫非你是仙人吗 彭海秋说 哪敢说是仙人 只是在我看来 万里之遥 就像是庭院大小罢了 今晚西湖 清风明月 景色比平日里更美 我们不能不去观赏一番 你能跟我一起去吗 彭豪谷也想看看 彭海秋不同寻常的本领 便答应说 能与您出游 荣幸之志 彭海秋问 您是想坐船去 还是骑马去 彭豪谷心想 乘船比较安逸 就回答说 我想乘船 彭海秋说 在这里叫船比较远 天河之中 应该有百度的船 说吧 他就向空中招手说 船快过来 船快过来 我们今夜要去西湖 必定多给酬金 不久后 便有一艘彩船 从空中飘荡下来 周围缭绕着烟云 所有人都登上了彩船 只见 船上有一人拿着短桨 短桨的末端 还扎着繁密的长帘子 形状类似一把羽毛扇 短桨一滑 清风袭袭 踩船渐渐升入云霄 向南航行 快如飞溅 过了一段时间 船又落到水上 只听见管弦四起 人声嘈杂 彭豪谷走出船舱一看 一轮明月倒映在烟波之上 游船多得像热闹的急事 船夫停止滑桨 听任踩船顺水漂流 仔细一看 这里果真就是西湖 彭海秋又从后舱中 拿出美酒佳肴 高兴地和大家一起饮酒 不多时 一艘楼船 渐渐靠近了彩船 与彩船并排航行 隔着窗户 向楼船里望去 里面有两三个人 正为坐在一起下棋 大声喧闹欢笑 彭海秋递给女子一杯酒 说 我用这杯酒给你送行 女子喝酒时 彭豪谷却依依不舍 走来走去 唯恐她离去 便用脚在暗中踢她 她也斜着眼睛 含情默默地看着彭豪谷 彭豪谷见此情景更加动情 请求约定将来与女子再次见面的日期 女子说 如果您果真爱慕我 只要去打听娟娘的名字 没有不知道的 彭海秋便将彭豪谷的一条铃子手帕交给女子 说 我替你与豪谷定一个三年后相见的盟约 随即 她站起身来 女子也渐渐缩小 她把女子拖在手掌中 说了句 仙人啊 仙人 又搬开临船的窗子 把女子往里送 窗眼如盘子般大小 女子趴扶着 像蛇形一般的往里钻 也不会觉得狭窄 不久 便听见临船有人说 娟娘醒过来了 楼船随即划走了 彭豪谷远远望见 楼船已经靠岸停泊 船中的人也纷纷离去 顿时没了游览的兴致 于是 她便对彭海秋说 自己想到岸上去 和她一起略作观光 她的建议刚毅提出 彩船已经靠岸 彭豪谷便离开彩船 幸不走去 她觉得走了大约一里多地 彭海秋就从后边赶了过来 还牵来了一匹马 让彭豪谷牵住 随即便再次离去 她还对彭豪谷说 等我再借两匹马来 但是彭海秋去了许久 也没回来 这时行人已经非常稀少 彭豪谷抬头一看 月亮已经西斜 天色即将透出暑光 秋生也已经不知去向了 彭豪谷牵着马徘徊不前 进退两难 她催马回到了 彭豪谷牵着马徒 却发现那里人和船 却都不见了踪影 彭豪谷又想到 现在腰包里没钱 更加忧愁不安 天大亮后 彭豪谷见到马背上 有一个金线绣成的小口袋 往里伸手一摸 竟然摸到三四两银子 便买了些吃的 转心等候 不觉间已是中午时分了 她心想 不如暂时去寻访娟娘 可以慢慢再打听秋生的消息 当她问到娟娘的名字时 却没有人知道她是谁 自觉性畏所然 第二天 她只能骑马往回走 幸亏这匹马很训良 足力不弱 走了半个月 她才回到了家里 当彭豪谷等 三人乘船上天时 书童回家禀告说 主人已经成仙而去 全家人为此伤心流泪 认为她应该是再也不会回来了 当彭豪谷回家后 拴豪马 走进门 家人们又惊又喜 都聚拢来打听情况 她便一一讲了自己不同寻常的遭遇 她想到自己独自返回家乡 恐怕秋家得之后 会追问她秋生的下落 所以告诫家人 先不要把自己回家的消息传扬出去 正在说话间 彭豪谷讲到了马的来历 家人们都认为这是仙人留下来的 便到马厩去看 等大家来到马厩时 却发现那匹马已经消失不见了 只看到秋生被缰绳拴在了马槽旁边 大家见了极为惊骇 便喊彭豪谷来看 只见秋生在马棚里低着头 面如死灰 问话也不回答 只是两眼睁开壁上 壁上又睁开而已 彭豪谷不忍心见此情形 便解开缰绳 把秋生扶到了床上 秋生依旧像丢了活似的 仆人们又给她灌些西粥 她还能稍稍喝下一点 半夜时分 秋生略微清醒了一些 就说要上厕所 彭豪谷便扶她前去 她却饿出了几个马粪袋 彭豪谷又给她喝了少量的西粥 她才能够说话 彭豪谷在床前细问究竟 秋生说 那天 我下船以后 彭海秋就找我闲谈 我们来到了没人的地方 她开玩笑似的拍了拍我的脖子 我顿时感到头晕 跌倒在地失去了知觉 我趴在地上过了片刻 再一看自己 竟然变成了一匹马 尽管我心里还明白 但却不能讲话 这对我真是莫大的耻辱 实在不能让我的妻子儿女 知道这件事 也请你不要泄露出去 彭豪谷满口答应 派仆人驾着马车 送她回了家 这件事过后 彭豪谷却仍然忘不了娟娘 过了三年 彭豪谷的姐夫 担任了扬州通判 她前去探望 扬州有一位姓梁的公子 与彭豪谷是好友 便设宴请彭豪谷喝酒 宴席上 有几名歌姬前来拜见客人 梁公子问娟娘怎么没来 家人们禀告说 娟娘生病了 梁公子听后 生气地说 这丫头自以为身价高 那就用绳子把她绑来吧 彭豪谷听到娟娘的名字 吃惊地问娟娘是谁 梁公子说 这人是个妓女 也被认为是扬州的第一美人 她因为有点小名气 就变得傲慢无礼 彭豪谷怀疑 只是偶然同名 但心却已砰砰直跳 立刻想与这位娟娘见上一面 没过多久 娟娘到来 梁公子满脸怒气地斥责了她一顿 彭豪谷仔细一看 她果真是中秋节曾见到的那位娟娘 便对梁公子说 这人与我过去有交情 万望你能给予宽恕 娟娘向彭豪谷这边细看 似乎也很惊恶 梁公子来不及细问 便命娟娘 依次为客人们敬酒 彭豪谷问娟娘 你还记得那首《薄姓郎》曲吗 娟娘听后更加惊骇 看了她多时 才又唱起了这支旧曲 听她的声音 也和当年中秋节时一样 喝完酒 梁公子又命娟娘陪彭豪谷去休息 彭豪谷握住娟娘的手 说 三年后相见的蒙约 今天真的要实现了吗 娟娘说 上次我跟人去游西湖 没喝几杯酒 忽然就像喝醉了一般 我当时正神志不清 隐约觉得被一个人带着走 最终来到了一个村子里 一个书童又领我进门 酒席上有三个人 你是其中之一 后来我们乘船回到西湖 那人又从窗帘间把我送了回去 你还情深义重地握住了我的手 每当想起当时的情景 我便认为是在做梦 不过灵子手帕还在 我把它小心地包好 珍藏了起来 彭豪谷也把事情的经过告知给娟娘 两人都感叹不已 娟娘一下子扑到了彭豪谷的怀里 哽咽着说 仙人已经为我们做了良眉 你不要以为我是个风尘女子 就可以随意舍弃 就不再想念我这个苦海之中的人了 彭豪谷说 船中的盟约 我一天也没忘记过 如果你有意与我相好 我就是倾尽囊中所有 卖掉坐骑 也在所不惜 第二天清晨 彭豪谷把他们的经历 告诉给了梁公子 又向当通判的姐夫借了些钱 最终用一千两白银 他以往的行为 他以往的行为一定很恶劣 神仙也恨他拙劣的行为 觉得他更像个畜生 像是诗 像 鹤 彭 也都受到过鞭策 这难道不是神仙或闲人 对他们的仁爱吗 彭海秋为彭豪谷与娟娘定下三年后相见的盟约 也是为了让娟娘逃出苦海吧 好 今天的聊斋故事 彭海秋就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 就请点赞并订阅吧 也请您多多评论及分享 我们下期再会 感谢观看